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的。 请可以感受海锐的高盛品格,同时还可以欣赏当地民间艺术的博大与精神。 我们离开龙山岛时已是日暮时分,客船已开始回时港湾。 游览千岛湖能目睹夕阳下渔州畅晚的景象和一幅幅绝美的山水风光画,也算是不妨此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千岛湖的中心湖区,由三座人工桥连接而成的五龙岛是游客观光和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它不仅离县城最近,而且容知识性、趣味性和参与性于一体。 由五龙岛通常都是由锁岛而起。 锁岛,这是锁岛。 这就是自己有什么心愿与祝福的话,就可以刻在上面。 就是说要找到对应的属相,就可以挂上去了。 挂两个锁片呢,有什么锁的? 就是两个人一起挂的。 哦,可以永结同心,对吧? 按照我们自己的锁呢,又有不同的讲究。 如果你是挂理想的锁的话呢,你就要把这个钥匙啊,放起来。 当你下期实现的时候呢,你再把它打开。 如果是挂爱情锁又不一样了,你当然希望它能够永远的心心相隐。 永远的不打开,所以呢,要把钥匙扔在千岛湖里,你认为是漂亮的地方。 我们去看那买锁的地方。 我说要买一把那个,送给我妈妈的,我妈妈属猴的。 妈妈属猴的,就买个属猴的,那不来个贴客厂售。 好,贴客厂售吧,正好。 这上面还可以刻它的名字是吗? 刻上祝福嘛。 刻上祝福,锁上心愿,一切只求心想事成。 锁岛上现有挂锁七万多把,每一把都包含着一份诚挚的情感和寄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锁也将变得越来越珍贵。 锁岛也将成为一个神奇的,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历史景观。 在岛上千奇百怪的锁中,已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的平安锁是最大的和有趣的。 如果有兴趣,可投避打开锁锁。 让你意想不到的是,在打开锁锁的同时,你还会听到一首优美的乐曲。 好听。 要打开平安锁只需举手之劳。 而要打开这把开心锁开开心,就需要些力气了,书与之力显然能奏效。 走在锁岛上,真又像这把开心锁一样,乐在锁岛了。 出来。 看那边好多鱼啊,你看那个池子里头。 那个是娱乐桥,可以看千岛的淡水鱼了。 那么对面是鸟岛啊,我已经可以听到鸟叫声了。 去看那个鱼啊,鱼的颜色很鲜艳啊。 能一眼看到这么多的红鲤鱼,对每一位游客都是一种震撼。 让游客喂惯的鱼儿就是敲打栏杆的声音,也仿佛成了他们前赴后继的耳料。 这些大鱼在美食的诱惑面前要冷静得多,耳料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胃口需要的是小鱼和小虾。 走过娱乐桥,一面又是放养着五十多种六千余只飞浅的鸟鸟了。 驻足在岛上的游览区,也只要在手上放些鸟饲料,成群的八哥和其他的鸟就会飞来着实。 人鸟嬉戏,百般斗去,其乐无穷。 调皮的八哥把头发和练扣也当成了美味佳肴而一个劲地做,这让人领略到一种和谐相处的美妙感受。 他要是在我头上,提提大小便,怎么办呢? 龙中八哥可是惊口难开,他要是不高兴,再怎么抖,他也是不理不睬。 这可要看你的运气了。 吃了没有? 吃了没有? 饭吃过了没有? 饭吃了没有? 饭吃了没有? 绿鹦鹉就温顺多了。 再来一次。 乖乖,来,饭一个。 你好,好好好,笑笑。 离开奇乐无穷的鸟岛,走过目前中国跨度最大的水上浮桥,就会来到一处新的天地。 有那么多的石头。 你好。 各位好,欢迎你们来骑士馆展开。 这里的石头都是千岛湖上的石头吗? 这里的石头它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全部各地收集成的。 产地的不同是骑士馆的一千多块石头,各具特色,引人大声。 骑士岛以骑士文化为基础,并建有石翼馆,骑士盆景等景观。 在这里慢慢品味,并会受益肥浅。 五龙岛是由人工桥连接在一起的,三座桥中的状元桥是一座钢索玄桥。 它不仅用作交通,还可让游人体验摇晃带来的乐趣。 史离五龙岛,我们去的下一处景点是以休闲度假和水上娱乐为主题的温馨岛。 这些小木屋挺有特色的,它是对游人开放的吗? 它是温馨岛上的住宅小木屋。 可是我想它外表看起来挺古朴的,是不是里面的设施也挺简单? 那到夏天,游人不会觉得很闷热的吗? 不会啊,它这里外表虽然说比较古朴,但里面的话是三星级造成设计的。 是吗?那够舒服的,我们去看一下吧。 登上温馨岛,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掩映在松树丛中的小木屋。 这样的小木屋岛上共有五十状。 粗粗原木做梁,轻轻竹灭为墙,原始风波十足。 这栋小木屋不错啊,还是一个小二楼呢。 咱们到里面看看它的设备吧。 是呀。 真不错啊。 真不错啊。 上面有空调。 这下夏天不会怕热了。 电话。 电话。 卫星电视。 卫星电视。 这个电话能够打长途电话吗? 可以。 那我来试试看啊。 你的电话是长途对吧? 对。 那我来打一个外地的。 哎,通了。 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我在签脑壶呢。 我也是。 城空电话,卫星电视等设施一应俱全,这在城市中的宾馆酒店里绝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湖水环绕的孤岛之上,设施能如此完备就让人惊叹不已了。 在温兴岛,水上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 在这里,要是不把每一个项目都玩一玩,总是觉得不够尽兴。 我不会。 我。 我去。 我来。